荣华让丫鬟去长衣来 我也和三婶四婶一起过去 四太太道 外面下了雪 这瘟疫不小心滑了 可怎么得了 老夫人那里 由我们帮你问安也就是了 老夫人早就将她的成婚定性给免了 天冷的时候 更是让李妈妈来看她 只是老夫人这段时日病得重 她实在是放心不下 荣华想着 就和三太的四太太 一起去了老夫人的院子 到了晚上 薛明瑞回到府里 荣华将除夕的菜单子给薛明瑞看 她让大厨房的厨娘来斟酌了几次 可是还是怕出纰漏 毕竟这是她第一次张罗年夜饭 想来想去 与其问旁人 倒不如问薛明瑞 每年都是什么菜市 薛明瑞总该清楚些 薛明瑞接过单子看了看 帮着多订了几道菜 荣华想了想 就说起赵宣桓的事 三神遇到赵大太太了 赵大太太让三神帮着说想 请侯爷帮帮忙 将赵家大爷从南方调回京师 薛明瑞脸上并没有异样的神情 似是十分的随意 赵宣桓在南方控制了温病 算是立了大功 赵家这才想方设法的 想要赵宣桓掉进京 原来是立了功 怪不得赵大太太会这时候到处打点 不说赵宣桓 就算换了旁人 他应该也会问一问 只要这样一想 就觉得顺理成章多了 那是不是就能回京了 赵宣桓在南方能保全姓名 也是不容易 薛明瑞将红颜高飞 换成了荣华爱吃的小炒鹿肉 也只能试一试了 那就是有希望 荣华松了口气 看着薛明瑞沉静的侧脸 荣华几乎要将赵宣桓的事说出来 转念想一想 再豁达的男人 听得这些话都会心存疑虑 与其将许多事说穿 倒不如将秘密永远存在心中 没必要用过去的事让别人为难 比起回忆从前 他更珍惜现在的生活 薛明瑞放下笔将菜谱递给荣华 一张家里用的菜谱上面 却有了薛明瑞清秀的字迹 特别是那字迹工整和奏折上的一样 荣华微微一笑 他从来没想过 似薛明瑞这样纵横疆场的人 也能一家一世 作为答谢 荣华拿起一只甜橘包给薛明瑞吃 南方受了灾 橘子也是难得的 宫中赏赐了一筐 倒是极甜 薛明瑞送到嘴里一半 微微皱起了眉头 荣华诧异地扬起头 怎么了 薛明瑞的嘴角微微上扬 酸 酸 荣华拿起一半放进嘴里 甜的 一点都不酸呢 薛明瑞看着荣华诧异地神情 哼 酸 莫说他 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究竟是哪里酸 只要荣华提起赵轩环 他心里总有一丝肿胀的酸痛 他伸出手来 梳理着荣华黑亮的长发 明天搬家又小心些呢 母亲说了 早上来接你去他房里歇着 搬家的事就交给下人 那怎么行 荣华扬起眉角 屋子里的东西 总该我去收拾才对 你屋里的管事妈妈若是不够用 就从母亲的房里调用 言下之意 屋子里的东西 还有管事妈妈照应着 薛明瑞挽起荣华的手 庄子上的账目不少呢 你忙不过来 我抽空就帮你看看 朝廷的气氛那么紧张 薛明瑞清闲才怪 定是看了他书房里庄院的账目太多 才会这样说 荣华将矮桌上的账目 拿给薛明瑞看 我闲着也是没事做 再说了 这点家务难不倒我 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睛 石榴般烟红的嘴唇 表情没有半点的不快 薛明瑞这才放下心 为了证实 府里才着急着分家 否则怎么也要等到 荣华生产之后再安排 虽然有各处的管事帮臣 管这么大的府 还是免不了操劳 那就让府里的管事 诚实处再来回话 自从他管家 府里大小管事 每日都要来南院回话 他免不了要比从前早起些 卯实回事是惯例 他总不能随便地改了时辰 这不合规矩 薛明瑞不由地失笑 哼 你管家呢 这规矩都是由你来定 晚一个时辰也算不得什么 这种小事啊 祖母和母亲都不会过问的 刚接手薛家 他做事都是小心翼翼的 生怕哪里错漏 现在经薛明瑞这样一说 规矩可以任由他来定 他这几日做的 倒是有些庸人自扰 荣华的脸微微一红 侯爷也知道 新官上任要格外勤勉 我接手这个家也觉得新鲜 确实新鲜 他还以为对府里的事物 知晓不少呢 尽管是婆子抱上来 才知道有许多的地方 他都不清楚 从前他被狄母压制 只要管了家 事事都由他做主 那些阴霾就会渐渐地散去了吧 薛明瑞微微一笑 想到了一件事 安亲王世子被封为安郡王 皇上问了安郡王和义双的好日子 赐了安郡王府 荣华眼睛一亮 薛夫人还怕安亲王世子 会被安亲王连累 义双嫁过去会受苦 现在有了安郡王府 义双嫁过去之后 就是安郡王妃 这是好事 安郡王和薛甲接了亲 赏了安郡王 就等于赏了薛甲 薛甲出了王妃 在薛贵中的地位就会更高 从这件事上看 皇上是越来越信任薛明瑞了 荣华扬起脸 侯爷 有没有和母亲说啊 薛明瑞微微一笑 还没呢 明日你去母亲那里说吧 她这是将好事留给自己 让她在薛夫人的面前 报喜不报忧 看着她低头微笑的模样 静谧中带着些娇媚 她不禁有些心缘意马 伸手还住她的腰身 低下头在她的耳边呢喃 郎种说 再过一个月就要小心了 再过一个月就要小心了 荣华还没有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被薛明瑞抱起来 她这才知晓薛明瑞话里的意思 薛明瑞指的小心是不能防视 她怀了孕之后 两个人很少这样的轻易了 薛明瑞这样的提起来 让她红了脸 瞧她小心翼翼抱自己的模样 她也不好开口拒绝 认着她将自己放在床铺上 第二天 荣华去薛夫人屋里 说了安清王世子被封完安俊王的事 这两人就应该能听到正式的旨意了 薛夫人掩不住惊喜 谢天谢地啊 我这几日还在发愁呢 这安清王妃没收了 一双架过去又怎么算呢 世子爷的宗室爵 到底还有没有 顾妈妈听了更是没开眼笑 这下子咱们五小姐就是正经的安俊王妃了 夫人也不用担心小姐嫁过去 会受委屈 少了家用了 薛夫人微微一笑 那倒是 郡王的凤银五千两 鹿米五千胡 比明睿还要多上许多呢 薛明睿一等侯 又一等云其位 再加上现在从一品官职的碎封银子不过千两 安清王和王妃废为庶人 朝廷停了安清王一家的俸禄 现在安清王世子正式的封为安郡王 郡王的俸禄就会照发了 眼下最要紧的是一双架过去之后 安郡王妃的身份高于贬为庶人的安清王妃 郡王府多数要一双打理 一双从府里不管是个小姐 一下子变成当家主母 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娘 荣华微微一笑 我怀着身子 你要管府里的事 难免会做得不周到 能不能让一双时常的过来帮忙 荣华是要交一双中会上的事了 薛夫人不住的点头 按理说呢 这代嫁的小姐就应该待在秀房里 不过一双要嫁去郡王府 也该有些准备 只是你的身子能不能行啊 你这是投胎 应该更加的在意 别的都还是其次 若是你照应不过来 其他的事交给我也是一样的 我屋里的管事婆子有六七个 你有用处就和我说说 荣华笑笑 年关了 不过就是多些庄子上的账目 每日看一些倒是不累 一双过来帮忙 我也就能偷个懒儿 薛夫人就抿嘴笑了 说起来多亏有你啊 要不然一双也不能有这么好的亲事 两个人正说着话 如梅从外面进来到 二太太那边传来消息 听说三奶奶回到京里了 薛夫人惊讶地到 金华府那么远 应该还没有到财室 怎么到回来了 是被人家库船追回来的 任静初突然回到金华府 人家的长辈都会怪 任夫人教女无方 薛夫人叹口气 唉 明爱媳妇呀 就是爱用小性子 追回来就好 明爱在西北从军 家里的事已经够多了 荣华放下手里的茶杯 任静初平安回到人家 这下二太太能睡个好觉了 任静初狼狈地坐在床铺上 本来红润的脸变得辣黄 眼前更是天旋地转 微微动弹 就忍不住地要弯腰呕吐 从金华府来京城的时候 他没有晕船 这次回金华府 不知道怎么了 竟然吐得是一塌糊涂 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这样折腾了几日 身上没有了半点力气 好不容易离京城是越来越远 却被哥哥给追了回来 本以为到了祖母的面前 就能痛痛快快地 申诉自己的委屈 谁知道冒了那么大的险 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任他这么哀愁 哥哥说什么也不肯通容 任静初想到这里 又是生气 又是委屈 青穷和几个婆子回来 就被拉过去打了 任夫人训斥了任静初几句 吩咐身边的偶像来伺候任静初 偶像知晓四奶奶的脾气 伺候任静初 梳洗干净 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旁边劝说 四奶奶想回金华府 也要等夫人给族里洗了信函 再说了 京城到金华府路途遥远 似乎奶奶身边 总有多些人跟着伺候呢 光靠青穷几个 万一出了事可怎么得了 任静初听得厌烦 伸手将旁边的银阵丢出去 滚出去 让我轻轻轻轻 滚 你们全都给我滚出去 偶像几个不敢违逆 忙恭敬地退出那事 任夫人气得是手脚冰凉 这几日京城都传开了 他还不知错 若是薛家休了他 我看他的脸面往哪里摆呢 伯爵爷吃小了 还不打死他 秦妈妈就忙道 夫人小小气 还好狮子爷将四姑奶奶给追了回来 薛二太太也说了 只要人回来就好 其他的既往不救 任夫人冷笑 若不是薛明爱打的静初 静初也不会灰了心 脑到这个地步 也不能只怪静初一人 况且薛家依靠着我们人家 不知道赚了多少的银子 能和我们人家接亲 是他们修来的福气 薛老夫人老糊涂了 二太太却精明得很呢 我说让薛明爱休了静初 前些日子 静初提出何离 二太太也是不肯的 秦妈妈道 既然这样 夫人就该安心才是 薛家不会主动地休了静初 是一回事 闹到外面让人笑话人家 是另外一回事 秦妈妈又劝道 四姑奶奶虽然嘴上不肯说 这次也是受了教训呢 任夫人皱起眉头 伯爵爷去了西北 严父又拿了家中的银子去收眠 我是苦苦地支撑这个家 这个节骨眼上 他也不给我省心 任夫人的气刚消了些 紫苏进来道 大奶奶来了 提到陶瑶华 任夫人的脸色就更难看了 他才将陶瑶华打发去了西院 静非的母亲李大太太 就来府里探望陶瑶华 怕脸面上太过难看 他只得让陶瑶华 从西院搬去南院 他这边刚安置了瑶华 阎凤竟然就留宿在了瑶华屋里 他一个人是顾着这边 顾不得那边 这几日 李家更是接二连三地 给瑶华送池川用渡 还请了郎柱给瑶华诊着救急 李家人一来 他的心就七上八下的 难不成 真是他做得太过了 李家才会为瑶华出头 任夫人沉着脸思量 瑶华带着香烛 进到屋里来 瑶华上前 给任夫人行了礼 听说四姑奶奶回来了 我想过去瞧瞧四姑奶奶 任夫人眉头紧锁 然是回来了 却似壮士游魂 你过去又有什么用处 秦妈妈听的这话 就开解任夫人 大奶奶和四姑奶奶年岁相当 说不得能通上话呢 开解了四姑奶奶 也去了夫人的心头级 不如就让大奶奶试试 瑶华和静初 素能谈得来 说得通自然是好了 就算说不通 也不能比现在的情形坏 任夫人看向瑶华 你想去就去吧 瑶华柔顺地道 娘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地劝四姑奶奶 瑶华从任夫人的房里出来 走到披静处 香烛就小声劝慰 奶奶身上不舒服 何必操劳呢 累着自己 瑶华握紧了手炉 她也知道 不管她在人家做了什么 只要没有静飞这个靠山 任夫人必然不会善待她 可事到如今 她也没有别的法子 只要府里有任何的变动 她都不能放过 说不得哪一件事 就能让她利用 出了月亮门 绕过梅阁 就是任静初的院子 瑶华上了抄手走廊 只见 丫鬟婆子都围在门口 向屋子里张望 屋子里 不时地传出丢着东西的声音 众人见到瑶华 就上前行礼 大奶奶 瑶华看到任夫人身边的偶像 这是怎么了 偶像压低了声音 四公奶奶 不让我们进去伺候 我们也是没有法子 偶像话音刚落 屋子里传来一阵呕吐的声音 瑶华忧心忡忡地皱着眉头 这样怎么行呢 有没有去请郎中 偶像就忙到 已经去了太医院 请医医了 瑶华点点头 伸手就推开了门 内室里 满地都是碎了的瓷器 人静初折腾得没有了力气 躺在床边 昏昏欲睡 瑶华就忙吩咐香烛 去叫人进屋收拾 偶像带着丫鬟 轻手轻脚地 将地上的碎片给捡起来 又将床前的污秽 收拾干净 靠着大红引枕的 任静初 慢慢地睁开眼睛 看到了床前的瑶华 瑶华早就红了眼睛 拿起帕子给人静初擦嘴角 这是怎么了呀 这才几天不见 就瘦了这么多 听着瑶华抽叶的声音 人静初再也忍不住地 痛哭出声 瑶华让丫鬟 给人静初拿来 烟红装滑精英雕毛马甲穿上 人静初哭了一会儿 又喝了些水 这才稍稍地安静下来 祖母从来看不得我哭的 要知道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一定会为我做主的